現在講講那個姜庸首領 本來是身後叫他來打周休皇 結果大功告成 自己反而被他趕了出來 幾乎連性命都沒有 回到西庸哪吞下了一口氣 又是整頓人馬 就在邊疆地區攻打周朝 這個姜庸首領來過一次浩京 識途魯馬這次再來就駕輕就熟 很快就將旗山一帶佔了大半去 慢慢又打到接近浩京 告急文書就不斷送到周平王手上 那個周平王一來就怕姜庸又是攻入浩京 二來那時候浩京經過姜庸入侵的戰亂 皇宮已經燒壞了大半 整天對著破破爛爛的宮殿 總覺得光景淒涼 想重新建造 國父又被姜庸洗劫一空 周平王就想將京都搬去洛陽 原來在周朝初期 周成王一方面就在現在陝西長安西北的地方 浩京就定為國都 另一方面又將河南洛陽的地方定為東都 歷代的周皇都住在浩京 只是每年都行行到洛陽 因為洛陽交通方便地理適中 故此每年在洛陽的地方來接見國路諸侯 周成王的時候就派大臣 趙公和周公來迎見洛陽 他的規模和浩京是一樣的 現在周平王就想千刀去洛陽 那舊時千刀是一件大使 周平王又不敢一個人作主 就召集那些大臣來商量 周平王就說 如今犬庸逼近浩京 朕就擔心會有不測之禍 故此想千刀落陽 眾卿意下如何呢 太宰圈就就上皇上英明 浩京租劫後 宮廷大捕蕭 要重新迎見必定奴民相財 引起百姓怨恨 姜蓉也會乘機侵犯 到時就無法抵擋了 千刀落陽實在是上賊 兩幫民武百官呢 個個都怕姜蓉又試打入浩京 到時身家性命難保 聽見太宰敢說 對心水 個個都說太宰說得對 太宰說得對 忽然間 忽然間 嘆嘆了口氣 周平王就問 老司徒意下如何呢 為武功就說 老臣已經年過九十了 成夢君王不嚴 我老柳加以重用 神身為師徒 神身為師徒 若知道 嚴說出來 就是不忠於君 但如果說出來 得罪同僚 就是不和於有 神現在 只好得罪所有的朋友 神不敢隱瞞君王 浩京地勢險要 衣山磅水 能攻能守 又物產豐富 族野千里 京城定在浩京是最適宜的 洛陽雖然位於天下中心 但地勢平坦 最四面受敵 故此 先王雖然同時建立西京和東都 但是一直將京城定於浩京 只是將洛陽作為每年行行之洪 皇上 如果你放棄浩京東遷洛陽 恐怕我們周朝至此就衰弱了 周平王聽完就嘆了口氣 朕上東遷實了也逼不得已 如今犬容侵奪其風 來勢凶狠 而且浩京的宮殿都已經殘缺不存 依然留在這裏 未免太失體統 底下那幫文武百官聽見皇上這樣說 每個人也才走出臉 イ Israeli 主上 勛容是柴郎本性 身後他引狼入室 向勛容來借兵 實際已經失策了 開門一道 以致被犬庸大亂京城 销毁公厥害及先皇 这个乃是不共大天之仇 皇上如果能够发奋自强 折省开支爱护百姓 练兵训武 学先皇那样 北伐南征直到西庸 将姜庸王逐回来拜祭祖先 这样就可以报仇说耻 如果只是怕得他一美隐阳遷就 谁知姜庸乃是贪得无厌 我退一斜拒进一仗 长此以往 不单止其风一带失守 周朝天下也危险 至宫廷损坏 昔日姚迅在位 不过是住茅棚泥屋 御王也不过住茅棚泥的宫殿 这几位都说公概天下 身居卑公 他们都没有嫌弃说京城柬柬 主公啊 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京城壮观 君王有面子 并不在于宫廷富丽 望主上三思 太宰圈当场反驳 老师徒这番说话 只适用于平时 不足以应变 善王得正不收 以致造成姜庸之恋 这件事就算了 不要再提了 如今主上刚刚返到京师 白费代卿 国父空虚兵力单薄 老百姓怕姜庸 更紧要过怕豺狼猛虎 万一姜庸突然大兵进发 那时误国之罪 谁来承当啊 为武功听到太宰敢说 一时也难以争辩 他忽然想起 身后既然能引姜庸入京 那或者他也有退姜庸之计都未定 他就劝周平王 身后就最熟悉姜庸 不如立即召身后来商量一下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然后才再作定夺 刚刚在商量着 突然间身后派人来告急 原来姜庸已经攻入新国 情势十分危急 要求周平王派兵去解救 周平王一听 身后都已经自身难保 老师徒还问他有什么退敌之计 好了好了 不必多谈了 于是就立刻决定千刀落扬 为武功建的感应无可奈何 只好做好妥善的善后工作 叫周平王出访安民 凡是豪京百姓 愿意除驾冬千的就立刻做好准备 跟着周平王起程 到了周平王起程那天 周天子就拜祭过太庙 大宗伯就抱着七庙 神主牌就登车先行 秦商公就带领兵马来到护送周平王东迁 那浩京的老百姓 见到皇上都怕了姜庸要搬车 人心惶惶 扶老葵又拖男带女 好像走难那样跟着后面去东迁 周平王东迁就只是西周灭亡 改朝换代这么大件事 民间就流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议论 和离奇古怪牵强附会的传说都有 好像有些就说了 哎呀周孙王临死的时候 梦见一个女子走入太庙 抢了神主牌向着东方走去 那就是周平王东迁咯 还有女子笑三声哭三声 笑就是鲍翅在离山风火气猪喉 那时候笑了三声 哭三声就是周幽王煲似百伏 三仔哪启死了的就哭三声 哎呀那个梦真是靓了 有些人说太史白羊父尖挂话 哭又笑笑又哭 羊鼻鬼吞马逢犬族 神资神资真是说中了 周孙王在己眭年发梦 撞鬼就死了 那就叫做羊被鬼吞 周幽王在庚五年 犬戎入侵 那就马逢犬族 西周亡国真是天素整定 白羊腹尖挂就真是美 其实大家都知道 传说的东西 往往越传越神 越传越离谱 何况是2700几年前的事 当时科学又不发达 迷信的东西特别多 这部小说 也是收集历代传说 经过作者艺术家工整理 那两位作者 又是古代的人 受时代的局限 所以免不了有很多牵强附会 传闻失实的地方 那你就说西周灭亡 其实西周后期 诸侯已经很强大了 西周皇朝已经没什么实力 那些做皇上的呢 又道行逆思 强征暴脸 连连征展 故知民不聊生 这样的国家就不用白羊腹尖挂了 任何人都看到实亡周国的嘛 说什么天意 说什么气数 那周平王东迁落阳以后呢 就叫做东周了 在历史上前期就叫做春秋时代 后期就叫做战国时代 那春秋时代经历了二百多年 战国时代又经历了二百多年 一共就五百年左右 春秋呢 是个大冻乱的时代 大大小小的诸侯就互相吞平 大如吃小如就小如吃虾母 到战国时代呢 就剩下七国来争把 那此乃后话就暂且不提了 那现在说回周平王 他搬到洛阳 那虽然呢这个周平王没什么实力 但是说起都是天子 四方诸侯虽然是看他不在眼 但是还是有上下之分 那也要做个样子来骗一下老百姓 所以呢四方诸侯还是送表送礼 来到恭贺周平王千都 这些诸侯呢好像经国那样 根本就理都不理 周平王呢就已经力不从心 就没办法了 就找了个秦商工来商量 他对秦商工说 如果你们秦国能够将姜庸赶扯 那你们修复的失地 就通通赏赐了给秦国 一来就搭借这些秦皇护驾东迁有功 二来可以随去姜庸入侵之患 秦商工呢就恨得磨了 一口就答应 即刻回去点齐兵马去讨伐姜庸 都不用三年时间而已 就打到姜庸七零八落 左右先锋 渤丁和满也束都打死了 姜庸首领呢 又那么远就躲那么远 就躲到西边荒谋之地 于是西周以前的江山 奇峰一带 通通都归秦所有 不过几年之间而已 辟地千里 秦国就成为一个大国 原来这个秦国呢 他的祖先是贵族来的 在周孝王那时候呢 是帮周天子养马的 因为他养马就养得十分好 就立下功劳 周孝王呢 就将秦那个地方呢 就封了给他 封为傅庸之国 又叫做刑秦 那现在秦位呢 就传到秦商公 秦商公同身后去浩京救甲 赶扯到姜庸立下功劳 就封了爵位 叫做伯 又得到奇峰一带的地方 势力就日渐强大 就定都在雍的地方 就开始和其他诸侯来往通婚 到了周平王十五年那一年 秦商公就死了 他的儿子叫秦文公来到继承着位 有日了 秦文公就发梦 梦见在历一地方的郊外呢 有一条黄色的大蛇 在天上飞下来 那个蛇头呢 就像车轮那样大 对啊 捐到山坡那里 那条蛇尾还挂在天上 一会儿 突然间那条蛇就变成了个弟弟 就对秦文公说 我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就派你做白帝 要你来主持西方 拜祭天地之礼啊 说完就不见了 好了 秦文公就借口 说发了个这样的梦 就说上帝要他来祭天地 于是就踏起高台 用白牛来祭祀 旧时呢 就拜神分等级 十分严格的 天子 诸侯 大夫 老百姓 都各有各的规矩 乱的这么多都不行的 那现在呢 秦国就不过是个小小的白爵诸侯 来的 居然用天子之礼来拜祭天神 得了的 至周平王那时候呢 都已经遥遥欲罪 全靠那些诸侯 撑着而已 哪里还敢得罪他呢 只好引气吞声 就不敢过问 好了 秦国开了个头 老国就跟着来了 老国的老衛公呢 就派人来见周天子 要求学秦国那样 要用天子之礼来祭祀天地 那周平王一想 哇 是这么搞得了的 就不肯答应 谁知道 老国的诸侯 老衛公就不服气了 对人说 先祖周公 那是周朝的开国公臣 连礼乐都是周公制定的 我们老国就是周公的子孙 哦 那用下周礼有什么不行 而且秦国都用得了 那奴国为什么不用得了 于是他老衛公根本就不理周平王 学足周朝那样用天子之礼来拜神 周平王被他老衛公 敢来冲撞法 一句声都不敢出 天下诸侯 见到周平王 这么软弱无力 连这么大件事都不敢过问 就更加放肆了 那就不单止说 诸侯之间互相吞平 就算是周平王所管理的地方 也照样来侵占 那时候这个郑国 因为就跟周平王管理的地方 粒在一起 近水流台先得月 就乘机搏乱 将东桔和桔那大地方都占了 将桔改名叫新郑 见到在营阳 又在济浴的地方 来设下关卡 经到这样一来 郑国的日占强大 也都成为大国 诸位 你们一定记得 郑国的诸侯 就是跟身后为武功 秦桑公几个一切 去浩京赶走姜庸 那个郑世子 郑葛特 这个郑葛特的父亲 就是为周休皇 保驾战死沙场的郑伯友 那郑葛特 那郑葛特 他自己又因为保驾有功 周平王呢 就叫他继承他父亲的着位 又留他身边做周朝的轻士 这个就是郑武功 这个就是郑武功 郑武功本来就和老师徒 慧武功一起留在朝廷 后来慧武功死了了 郑葛特就一个人独揽大拳 那因为郑国的国都营阳 就和周朝的京城洛阳很近 故此郑武功就经常来来往往 一时在洛阳主持周朝的大使 一时又回回郑国营阳 来料理郑国的事 郑武功的夫人 就是身后的女儿姜氏 姜氏就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就叫做吾生 小儿子就叫做段 为什么大儿子的名字这么怪 叫做吾生 原来呢 这个儿子出生了一时 在三更半夜 姜氏纷纷的突然间生出来 生这个儿子就使得姜氏 担惊受怕十分狼狈 故此就按个名字叫做吾生 那十分狼狈一出生就吓着母亲 姜氏就不太喜欢这个儿子 后来呢 又生个小儿子 按个名字叫做段 段呢 就生得很脆怪的肥嘟嘟 白酥酥越大越得人爱 把口又精乖 人又本事 年纪小小就武艺十分高强 姜氏就喜欢的小儿子 不喜欢的大儿子 整天就对着郑武功说 说小儿子人品又好 本事又高 这个大儿子多 不如就将着位传给小儿子 旧时封建礼教很严的 长子的孙 是当然的继承人 郑武功就认为 都说照老规矩好了 而且大儿子吾生 又没什么过错 怎么能够废长立右 所以就武里姜氏 还立吾生为细子 要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 那就只是将一个小小的地方 叫做宫城 就给那个小儿子段 来做封地 那封这个段 做宫城太叔 姜氏心中就十分不高兴 只正武功作主 轮到他话事 故事无可奈何 后来正武功死了 那吾生就接位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庄公 郑庄公 一面为郑国之君 一面又依然接回父亲的职位 在周朝做兴使 母亲姜氏 见到自己最疼的小儿子 宿在宫城那样小小的地方 无权无势 心里一直都不放弃的 现在丈夫死了 轮到个大儿子当拳 那他就似着自己是母亲大人的身份 就对郑庄公说了 那你现在已经继承了父亲之位 贵为诸侯管车的地方这么大 哎呀 断是你的骨肉同胞 现在缩在这么屈致的地方 那你做大佬的于心何忍啊 郑庄公知道母亲一直都讨厌自己喜欢弟弟 不听到母亲这么说就说 弟弟的事就任从母亲作主了 那不如把祭义的地方封给你弟弟吧 郑庄公一听当堂是一经 祭义是郑局的烟喉地带国家要害来的嘛 怎么给他呢 就转弯抹角地对母亲说 祭义地势险妖 是关防要地 先皇为名不准分封 那除了祭义之外 一切听从母亲指引 哈 那个姜氏真是挺厉害的嘛 你说除了祭义哪里都行吗 好 那不如要京城算了 郑庄公估都估不到母亲会提出来要京城的嘛 京城和营养一样 是郑国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那怎么能给他呢 但是看母亲的样子就非要不可 那怎么办呢 正在左右围栏 低下的头就不出声 姜氏就发火了 算了算了算了 亲兄弟都不肯照应 那不如把弟弟赶出郑国吧 叫他靠外人去维生得了 郑庄公见到母亲反面 一连几句 嗨而不敢 嗨而不敢 立即答应 将京城封给自己的弟弟 到翌日升殿 郑庄公就召断入朝了 想将京城封给他 当时大夫债足上前劝贱 主公天无二日 人无二君 京城地大人多乃 国之大义 和营养相等 公叔断是夫人最宠爱的 如今将京城封给他 这就变成一国二君了 万一段再似夫人宠爱 另有所逃 这一刻国家就有后患了 郑庄公呢 只是说了一句 母亲之命 做儿子的 一见都断入都离 你呢 你到了京城之后 马上要做好准备 最紧要是集齐兵马 团积好粮食 等一有机会 我就和你约好 你带兵来攻打营养 我在这里做内影 这样就可以成大事了 如果你能够待了五生的位置 那我做母亲的 就死都眼闭了